各位 大家好 初見 請請請請請 謝謝 我們知道家事記憶競賽裡面 包含了八種子種 其實都跟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 發現鄰近的日本其實他們也非常重視這些技能 過去在很多的國際的競賽當中 他們也有很好的成果 結合我們孩子的專業 然後特別去安排很多的業界的實習 還有職場的參觀 然後甚至我們每一個參觀的職場 都有做我們實作的課程 其實是希望孩子從動手操作的過程裡面 能夠感受到這個職人們 他們在運作他們的專業的時候 的那整個的素養和態度 我們有到了大川家具整修工廠去見學 他們的職人也有幫我們介紹 怎麼如何幫家具做上角還有貼皮 那時候社長有稱讚我說 我還有滿有那個氣勢的 然後那時候就很開心 我發現他們的工廠很漂亮 室內設計的孩子 他的手法還有他的操作性和穩定性 就是真的非常的優秀和專業 可是呢其他職種的孩子 也是加持記憶競賽其他的種類的孩子 也透過這樣的一個體驗 他們學習到不同領域的這個專業 我相信對於他們來講 每一個孩子其實這一次出國所見的 不是自己專業能力的提升 還包含了其他專業的一個學習 前夜商業高校 接著我們要向所有人介紹自己的作品 雖然我們都不是第一次拿麥克風在人前說話 但是對外國人說話是我們的第一次 非常的緊張也很刺激 印象很深刻的是日本人都很熱情很有禮貌 我們只要願意開口 就算語言不太相通 可是彼此還是能夠交流的很融洽 一開始的時候孩子們其實都非常的害羞 但是我們其實透過這樣子一個 國際的一個交流活動 孩子慢慢的打開他們心胸 其實動手做的這個技能是他們的一個優勢 他們可以透過動手做跟我們日本的老師 職人還有學生互相的交流 我們第七天是去橫濱的F學院 然後就是面對的是大學生 所以就心情就很緊張又很興奮 因為他們就是穿便服嘛 然後就很有自己的風格 然後也都會上妝什麼的 然後妝也都畫得很好 會感受到高中跟大學做出來的東西 就品質可能不會差太多 但是風格就會有差 拿著T恤到那個熱印機那邊把它燙平 然後燙平之後就是 把你想要的圖案印到T恤上 是用熱轉印機 因為我的東西可以裝設計方法比較少 所以我很快就做完 然後後來是校長的T恤印出來之後 就說 一學年快點來幫我做加工 因為是校長的T恤 所以我那時候做得很緊張 然後我就跟那個旁邊的學姐說 就是我很緊張這樣 然後那個學姐就 她就會把她覺得適合的材料放在我旁邊 就默默地放在旁邊 然後我一抬頭就看到我要用的 就很厲害 每一個職種的課程都有安排 雖然不是自己的科系 但是也是可以去嘗試別人在學習些什麼 我覺得很不一樣 因為我們這一團相處得很融洽 所以其實我們常常在開玩笑說 也許以後就這11個人會一起組一個工作室 其實他們已經打破了這個語言的隔閡 然後更重要的是我們會發現說 在這個世界上一樣追求專業 一樣喜愛技能的這些孩子 他們的特質是可以相同的 那我相信這對他們未來去從事這個國際的合作 甚至讓台灣的技能被國際看見這個方向的話 應該會有更深度的一個成長 希望你們在這個學習技能專業的同時 也能夠保持著一個溫暖的心 能夠隨時去關注我們要服務的對象 並且把這樣的一個幸福傳遞出去 祝福每位同學都可以在人生的一個旅途當中 找到自己的方向乘著夢想飛翔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